好,接著到下一套作品 這套作品,我在題目的時候 我都不是很清楚大概說些什麼 不,其實我覺得它那個日文名字是想食字的 即是它想做個效果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過場的位置 它全部都是用一個好像胡力錶 還是三角形的一部分 所以看到它的日文全部都是同樣的 那套東西就叫做沒有武器,沒有亂技 其實我一開始想說是招式名字 我最初看下去,感覺上好像也有些內容 於是決定看下去 因為我最初就是在想 我應該看那套最弱無敗 還是先看這套呢 最初我就選了這套 因為覺得後宮片來去都是差不多的 你剛才聽到我們說就錯過了一套很精彩的動畫 不是,我錯過了一新版的人看而已 問題是,結果我開始後悔的選擇 其實我不太知道自己看了什麼 那說吧,這套東西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他表現那個世界 我開始以為是一個異世界 然後他用了幾乎大半集 去講男主角小時候的故事 阿東這個小朋友 在他小時候跟他父母 和他一個孖先生的故事 就是他們為何會回到這個地球 因為他們說原本這個家族 好像不知道在一個什麼地方 在一個天空之城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武亂技 然後他母親又有些不知什麼能力 可以徒手扔一些光劍 就一下子就刺中武亂技 的 總之令他睡覺 令他無力化 簡單一點說就是 他就變得好像 他守著這塊空中的地方 讓那些武亂技 不會掉到地球 感覺上是這樣做的 但是呢 他也提到就是 他媽媽好像就開始歷有不斷 或者就是死 這樣那樣 於是這兩個小朋友 當時應該十歲以下六、七歲了 他有男主角阿東有哥 然後他有個妹 但是我做過的就是 阿妹的能力好像是比哥哥強的 事件的產生就是 因為阿妹嘗試去 啟動他媽媽那部的皇帽 然後搞不定 結果要搞掉大壇之後 他媽媽就 都是搞不定 送回他們到地球 扔回他們 最有趣就是 他扔了他老公 即他們老爸 兩兄妹 扔回到地球 然後阿媽發生什麼事 就不知道了 然後故事展問一個 就OK了 十年後 那媽媽去哪裏呢 不知道死了沒有 而最大問題是什麼 這個十年後之後 其實第一集 他給了我們滿滿的斷點 為什麼斷點不會是一個疑問呢 因為就是 然後他拋出了另一個 這個十年之後的世界的故事 是怎麼樣 而男主角 無緣無故被捕捉 而就是 重要的是什麼呢 原來他是 是約了一隻武武器的使用者 不知道要做什麼 而這裏就是什麼呢 發生了就是 頭那一節 你沒有解釋究竟 最終是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落了地球之後是怎樣 而你說十年後這件事件 也都沒有前文 去解釋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第一集看出來的那個位置 是看到就是 我們究竟在看什麼 其實是不知道在看什麼的 我有一個最大的疑問 剛才阿瑞琳說到 這個男主角 阿東約了一群武器的使用者 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首先就是 其實他有沒有約人呢 我好像不覺得 他有的 因為至少就是 你知道就是 為何阿東被人捉走了的 他約了一個女仔 我只是說說 那個女仔就是 沒有武器的使用者 然後他第二集裡面 他就說 原來就是 他就去找他們 是為了 你好像調節了 因為 男主角被人說 我第一天見武武器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他第一天見武器 但是他知道那群是 沒有武器的使用者 我明白 I am 講那個問題 但是這個位置其實 也是他的一些斷點的地方 極多 多到就是什麼呢 你看到現在 我們看到第三集 他也都沒有去試圖去解釋 或者就是 他只是拋出更加多的設定 甚至是拋出什麼呢 不只是他媽媽 不只是他媽媽的謎題 他媽媽上島之前 那場大戰發生過什麼事 還有一個很討厭他媽媽的人 就是那個女人 的故事 那結果整件事就是 你開始很拋頭 究竟發生什麼事 由回他的時序 萬劉和東的媽媽打的時候 他們打的時候 他們打贏了萬劉 他打贏萬劉的時候 是什麼呢 集合了就是 現時點那五位主角 他們上一代的父母 同樣都是和母的 手手腳腳的一部分 他們五個人合力 打倒之後 令到這個世界 短暫和平了十年 然後他媽媽在這段時間 就上了那個不知什麼的島上 就為了去 應該是克制沒有亂記 然後就去到現時點 我們第一集看的時候 就是搞不定了 男主角 他和他妹妹 還有他老公 落了地球 然後就現在去到時間點裡面 中間這一段是沒有了的 在我們現在三集裡面 究竟爸爸和妹妹是生還是死 我們是不知道的 而所謂的那些沒有武器 那些設定 其實就是說 我已經不管了 就是憑我多年的看動畫 是經驗的 這些武器的東西難得不到 這些武器能力值的東西 他又說他不是武器來的 某程度上 他不只是武器來的 他是拿來合體 變成機械人的一部分 因為 簡單來說 你有幾年的戰隊的經驗的話 你就知道那些是PASS來的 一定要湊夠五六個人 是合體又不明白的 是要五個的 所以說是戰隊的 這套東西其實我覺得 是挺吃經驗的 這套東西 你沒有那些動畫的連肢的話 看這套東西是很吃力的 因為你真的 我想正常都看到一頭目水 而最重要就是 他很多就說 無論武器是甚麼來的解釋 即是基本的解釋 即是你好像就算 魔法四天王那類型 假如他們 他們都會試圖給他一個設定 你不要理他之後 是否跟那個設定 但你在當前那個位置上 你起碼會理解 甚麼是武器 甚麼是武亂技 甚麼是皇武 厭之巨人又是甚麼東西 他搭了很多種槍士 他又做了一些 就是這班現在這個世界 其實是在追捕著 一些武器的使用者 怎樣發現這些武器的使用者 他又是 輕輕地說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武器的使用者 你騙不了的 一看下去你死硬了 即是便當樣子 等同於是說 之前說的阿仁 都告訴我 阿仁是甚麼來的 你不要理會說 很難檢測 但知道他怎樣檢測 但這裡說 一看就知道你武器的使用者 他忍了形 他說忍再形你也看到 然後最重要是 他跟那些人說 你怎知道的 你想知道嗎 我不告訴你 這些東西 當然是藏起來 即是你靠猜 心照 用心去想 用心眼去看 即是這樣不是型 我知道他想顯示 那個人說 雖然我好像懶樣樣 但其實我是很聰明的 但那種不是聰明 那種我看下去 聰明是我們要有一個認知的方法 才覺得你是聰明的 現在是說甚麼呢 劇本說他 大哥 那我那個人是這麼熱的 而另外的 你說那幾位主角 去找黃武 等等 究竟為何黃武 會被萬流收盲 這一集所有的東西 甚至我覺得是甚麼呢 第一集給我的感覺 最後一集來的 似的 這個是第二季 然後就是第二部的故事 我剛才說 你是不是現在在賭罪法呢 十年之後 現在這一場 但我看來主角說 主角又好像甚麼都不知道 難道你經過了 關機的時間線變更 你又來了這裏 但你又自己不知道 即是 你不知道這套東西做甚麼 我覺得最大問題 他的氣氛營造方面 我覺得不是太大問題 他有少少亂的 跟他的名字一樣 他是有少少亂的 他的畫面表達上 任何招式那些東西 你要見到就是 他很花 很亂 這個亂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這件武器 紋理太多 他揮出來的時候 而且太快 就是他展示的速度很短 然後他最有趣就是 武器的使用者 是不會直接地被擊傷的 他是有一層對像護盾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 所有人的效果都是有個波 然後就被人 你看到有些東西 流過波面 這樣就圓了 其實這件事發生甚麼事 被甚麼擊中 其實沒有分別的 全部都是這樣 沒有所謂的 所以其實你的動態 是看得不清楚的 我只能夠覺得 他那個畫面的構圖 出來的效果 出來幾特別之外 劇情方面 現在我不敢說他差 但我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好亂 反過來我覺得 有另一件事 我自己不喜歡 我覺得那班主角 都幾不討好 我這樣說就是 他們的性格 如果要呼籲幻想 他這裡的性格 就是每個人的性格太強烈 都是因為太差了 我覺得為甚麼會有矮的感覺 就是因為 如果你當這一集 是最後一集來講的話 你清爽了那個人的性格 這樣就會很合理 因為就是甚麼呢 另一個在南角說 我死了老爸 我現在死了老爸 我當然是很不冷靜的 你還想怎樣 然後那女兒說 可殺負仇人 現在那個 我不打他 我還怎樣對得住我老爸 那些情緒反應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突然之間那個人 是突然轉得很快 而這個轉得很快 就是你不理解 為甚麼他轉得這麼快 這個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 特別是那個 握槍那個男角 即是 長槍那個槍 他的性格 令人討厭 反過來 就是 男主角太弱氣了 男主角是沒有性格 那種 整件事太怪了 你感覺上 因為很有趣 就是 武武器的使用者 這班人的leader 就是那個用槍的人 男主角基本上是被人借窃的 但是男主角是完全沒有男主角的 他典型男主角那種 就是他持有很強大的能力 但是他優柔寡斷 那種 但他又不是一個性格上優柔寡斷 是甚麼呢 是一個氣場上優柔寡斷 給你的感覺 但他不是的 去到第三集 我是在看一個故事的 最後的四五集 出來的感覺 所以是甚麼呢 很多我覺得 我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我是不知道 這是這套最大的問題 現在是 最大的問題 你最大的那個不知道 是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而到意思為之 你不知道最大的故事 他說 因為最大的故事 究竟是要推翻萬流 還是上去找他媽媽 其實是很模糊 還有 究竟這班人 究竟是在做甚麼事 沒有武器使用者的集團 究竟是在做甚麼 你是在反抗萬流這個勢力 還是甚麼 我不介意你 不說完 但是 你不要丟出來 你不要完全 就純粹丟出來 然後就當我們知道 因為其實 除了 阿樹林剛才說 可以上去找老母 打大BOSS之外 其實還有第三個Option 就是 因為這個萬流 這個女國 這個洪法女帝 你可以當是 說他傳改歷史 將改到他媽媽 變成了破壞者 其實你可以是 改寫歷史 或者幫政府解釋 因為見到政府 那些人不喜歡 其實太複雜了 他已經不是純粹 他是異世界打異世界 那種 超能力者 打超能力者 他可能用那些政治 但你又不知道 他想做甚麼 所以他說 因為他試圖一集 他試圖在 頭幾集裏面 他想報一個 分亂的世界出來 但他報分亂世界的方式 就是 他用了 中間集數 應該用的一些處理手法 有些是不需要說 或者輕輕帶過 因為我們有前文後理的支撐 所以我們覺得 這句話是合情合理 只是說一些單詞 我們就會得到 你究竟想說些甚麼 現在就是他把這些單詞 鋪出來 但我們不知道這些單詞 這些關鍵字 究竟代表甚麼 而產生就是 令到我們對故事 有個認知上的混亂 其實再簡單地說 你當個集數 加多個一在前面 就OK 比零集 第零集 你當第一集 是第十一集 第十二集 和第十三集 其實應該比較容易 那些不是超人幻想嗎 哈哈哈哈 或者 那個感覺 你好像是一個系列的小說 你直接拿到第四、第五本出來看 你不知道做甚麼 所以 暫時我不敢評論 說這套東西好不好 但我只是說 頭三集裡面 肯定是趕下 但他也有一件事 比較有趣 就是 他那個動畫 那個處理手法 都是電腦 兩架 都是 他有點像倉男那種 他是倉男 應該是倉男 但他有一些位 是轉為普通畫 沒那麼重的味道 其實是修整 是修整 他不完全是手畫 他是兩架 這套東西 真的我覺得 要看他完結後 究竟他的故事說甚麼 才知道是甚麼 但是 夠不夠把他 或者是否他的策略呢 我們不清楚 現在 但現在真的很亂 真的很鬼亂 內容與其鳴 沒有亂記 是的 亂那麼沒有 好 我們去下一部